剛剛我們就要當上任嘛 他說那我們就開始要研理所謂的幸福指數啊 然後幸福指數 就可能發一年時間去研理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發表 那時候我就看說 那不錯我們台灣總算跟上 所謂這個 比方就是超越GDP的風潮 超越GDP的風潮 所以當時我們也聽到很多一些負面 一些比較批評式的講法 是說那是因為我們GDP 成長率的數字太難看了 所以我們就要找別的資格來洗一下 來評分一下 大家就不會對社會 對我們的不滿就可以降低這樣子 無論如何我們就談說 好那我們 我們說我們去談一個新的GDP以外的 能量指標是好事 那問題是我們台灣怎麼去發展 我們台灣的發展方式就是 我們就去超別人的 我們就去超OECD OECD是國際組織 他們發展出來的一套幸福指數 所以才會超出來就是說 這樣的幸福指數裡面 有一個跟馬桶有關的指數 因為我們就超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談說 大家可能 這邊是 就是說我們主機處裡面 去研明這個指標的時候 就說那我們看 OECD 這個國際組織 它發表的 發表的這個 所謂的 BetaLive美好生活指數裡面 到底涵涵哪些項目 然後我們就去說 那我們就一群這些項目 然後說這樣填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跟國際比較 這些項目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項目就是 跟居住條件有關的 居住條件有關裡面 有個系的項目就是 基本衛生設備 這個就是馬桶 所以就會造成說 為什麼台灣幸福與否 現在是要靠馬桶來決定 那一篇報導的由來 就是因為 我們在談這個 幸福指數的時候 我們 一群的是 OECD 他們提出來的一套 邏輯去談這個幸福指數 而這幸福指數 其實當然也沒有他們說 完全 就是 完全 就是 完全不可取啊 因為它其實涵蓋的面向非常多嘛 包括 你對安全上面的感覺啊 你對社會聯繫上面的感覺 甚至你還要包含 你一些主觀的幸福感 包含 工作 工作花 不是看你的就業率啊 還是看你的收入程度啊 然後再 再來的話 也包括在教育啊 環境品質 甚至還在公民參與這一塊 那公民參與這一塊的話 我就覺得蠻好結識 他們不是談的是 投票率 他們更重視的說 你在法規跟公公法規的 研究過程中 你到底有沒有諮詢 公民的意見 諮詢公民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 這個都是對台灣有起視性的地方 然後我在 在工作跟生活平衡方面的話 就是看說 很關心的是 受固者公司過長比例啊 每次休閒跟個人的照顧時間 這類的指標 但是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的話 我們就想說 我們花了一年去研究 研究這樣的指標 但指標是要拿來幹嘛的 指標是讓我們來衡量說 我們到底哪些地方 應該要去做改善的 然後我現在想說 你花了一年時間 去抄了一個人家的指標 然後但是 但在這一年裡面的話 其實有些東西 你不用花 就是你不用花一年去抄 你其實可以很直觀性的 馬上就可以分析出來說 我們台灣到底有哪些 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但在空氣品質方面 空氣品質方面的話 他們是用所謂的 就PN10 就是懸浮微粒 懸浮微粒濃度的一個 的濃度來當成是一個指標 而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看說 看說其實台灣目前 麻煩的地方是在於說 目前OECD它平比了36個國家 36個國家 然後他們裡面的最後一筆 他們裡面平均值是要的 大家的PN10的平均總度是 22ppm 但台灣的話 我們201年的時候 我們的PN10總度是 57ppm 甚至比 OECD裡面在列在 列在平比裡面的 最厚一米的OECD還來的超 那這樣很明顯 其實我們都不用花一年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我們必須要重設 空氣碗這個東西是 我們要重設 必須要做改善 再另外一個部分 就像是工時 長工時 長工時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不用花等到一年 然後 然後一年 一年 你停完這些下工時 我們要評估之後 我們要花一年時間 去把這些資料填進去 然後才能知道說 我們台灣到什麼 我們其實很明顯的 可以分析到說 受付的工時工場 這個 這一個議題的話 我們去看OECD的屏幕結果 你們會看到說 最後一位是土耳其 日本跟韓國 而我們的工時的長度 跟土耳其 跟日本跟韓國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不相上架 甚至更有過知的 這也是變成 我們在談 說我們台灣真的 如果真是希望 讓全民能夠幸福的話 很明顯的我們從 從這幾個 這幾個很初步的評比裡面 就可以看出一個 看出一個端倫 但是更麻煩的事情 是我們去演你這個 幸福指數的時候 因為我們做最差的一件事情 是直接去抄 直接從HP搬過來 但是在其他國家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 比較好做法呢 是有的 像是法國 他們就談說 我們為什麼要談一個 幸福指標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 GDP 它有它的局限 所以他們是 薩克齊還在任的時候 他就是抽出 抽出一個專家委員會 去告訴他說 GDP 不能做什麼 然後哪些東西 是GDP 講不出來的 反擊不反存的事情 GDP是沒有壞反應的 我們就走從角度上 去提出了一個 一個專案報告 去想這些事情 然後英國呢 英國就說 那我們也很在意說 我們能不能有些 GDP以外的指標 但是他就想到說 那我就知道 大家認為說 所謂的幸福是什麼 所以他就辦了很多 一百多場 將近一百七五場的 公諮詢會議 去看大家說 大家認為說 什麼叫幸福 就是你認為說 在所謂的 真正的VOB 真正福祉的話 到底 他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他們就說 釣場完之後 大家發現到說 環境品質 是他們很重視的一個部分 社會公平 是他們很重視的部分 他們說 那這些部分的話 他們是要去明明一些指標的 然後 德國的話 這是由國會 這是由國會 日本去成立一個叫做 成長福祉跟生活指標的 一個專家委員會 而這邊的話 他們不只是要去明明一些指標 還有包括 然後我們要解除一些具體的政策 而這個的話 在今年會完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歐洲那邊的話 他們在談這個 要取代GDP以外的指標的時候 他們是用一個整體性的發展覽 去想這些事情 但是 然後 但台灣在談這個 取代GDP的指標的話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在說 我們其實台灣以往 以往有提出很多 其實有提出一些 跟所謂GDP以外的衡量指標 但這些指標根本沒有人佔領 根本沒有人佔領 在200 從2002年開始 我們就提了所謂 有區發展指標 有區發展指標 這樣的一個部分 就是韓國阿大概 將近50幾個面向去看說 我們在這些面向上面 到底有沒有比去年好 或什麼之類 但大家都會想說 我們每次GDP發表 每次GDP預測的時候 大家都會上個 上個 新聞頭條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 主席都會上 有期視出來辦一個記者會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每次我們想說 這個有區發展指標 都是 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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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悄悄放在一個 環保署設定的網頁上面 然後 突然無聊的時候 點上去看一下才說 欸 原來我們 今年指標已經發布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說 那我們指標有什麼樣的信息 但是我們是 就是這樣子 就像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到底每一年 我們中央政府 才花了多少錢 在跟環保有關的 有關的項目上面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要看到這個 有區指標的報告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在賓國100年的時候 我們 中央政府裡面 花在跟環保有關的預算上面 環保跟生態有關的預算上面 環保跟生態有關的預算上面 不到1% 不到1% 是從 大家可以跟他說 是從民國77年以來 最低的一次 這個很重要的資訊 我們是沒有被 這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沒有被揭露跟公布的 因為我們以往不認為 因為我們不認為這個永續發展指標 是一個 是個政府各部門 他必須要積極去回應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用他們的方式去忍 去把這個東西 速度高的去忍耐 對待他們 我想請問一下 你說這個永續發展指標 是最近才弄起來的 為什麼76年就有 他們會回溯性的去做評估 會回溯性的做評估 所以看說他們就會 從那些歷史資料裡面去找說 那我們77年的時候 那個預算配值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 英國80年的時候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是有個 比較的基準 所以這個永續指標 是什麼時候 開始回溯 往回走的 我們在2002吧 2002開始 2002年 就開始回溯 就開始公布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的公布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些知道 他們會回溯 回溯的話 就會往回去看 他們像那個 像台灘這樣之類 他們就可能會回溯到那個 90年 就是1990年 就是大明國79年的時候 那你說2002 現在是2013 對啊 所以已經11年了 11年 到10年以上 好 那就是要10年 那我們這麼嚴格的在看它 我們居然還會是最後 最差的一次 就是代表說 其實整個社會沒有很嚴格的看它 這是我們出現的一個 很荒謬的一個事情 這是我們有指標 但是這個指標沒有用 它 不關心它 但是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有看到說 那我們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到底一年 又留社 做到其他海 對